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骂你啊 小姑父好 你们知道小查理是谁的孩子吗 搞半天是严敏的 是严敏遗弃的亲生儿子 这嫂子怎么跟妹夫也喝上来 千万不要误会 我来找你老公 我妹夫 只不过是想她帮我设计一下装修 你凭什么跟我的嫂子一起喝酒啊 小敏哥吧 哪个小敏啊 这小敏是谁啊 我嫂子也叫小敏 你跟严敏也有关系啊 菲菲 干什么呢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妈她有点头疼 我是过来找药的 要不在这儿呢 我帮你找啊 吃这个 吃两粒就够了 别多吃啊 吃多了胃不舒服 你当我妈她是傻的 她不傻就我最傻了 算好了 终于把眼睛给她亮了 你不会放我 什么毛病啊 不会放我谁啊 谁得罪你啊 真是的 真是我都没脸说了 凭什么什么事情 都要抗男人呀 我自己就没能力吧 难道我就做不成 这怎么丢人嘛 什么叫有脸没脸 什么叫丢人哪 你是小啊 年轻啊 不懂事啊 幼稚啊 还是不懂得生活 你不就是走错这步路 嫁给韩俊生了吗 那你既然已经嫁给他了 你就把这 把路走下去嘛 干吗还非要离啊 人家又没亏待你 又不是感情问题 不许理 妈 你说得简单 要是她妈知道这件事 该怎么办 我婆婆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清楚 到时候这婆媳关系 该怎么处啊 是没婆婆 你怎么能理解 那你跟古风呢 你跟古风就能处了 我跟古风怎么了 我们俩现在怎么了 你不要老不老就翻旧账 提来提去的还有什么意思呀 讽刺我呀 我讽刺你干嘛 好好好咱不说这个 我跟你说 只要咱们把嘴封住 咱不跟别人讲 那谁知道你是秦建国的女儿啊 对不对 对 她妈难搞 那她妈还能老活着呀 她也不能永远陪着你们一辈子 对不对 是 对不对 她不离了 那我说这家人 都说了 那是一个人 她是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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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她是偶封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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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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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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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钓鱼不知道钓什么事 来 郭芒 喝 怎么不拿碗呢 喝酒不拿个杯子 咱们家已经找不到空杯子了 不都被韩金杯给摔了吗 还没故障买呢 回头我去买吧 手贱哪 您都不说了吗 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 谁不让你吃饭了 谁不让你吃饭了 我这忙了一天了 伺候你丈母娘伺候你老子 还要我怎么着啊 你有气别冲我这儿啊 你心里烦别冲着我 那媳妇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你耐不着我 算了 算了 妈 别说了 摔个杯子 我说两句怎么了 我还不能说了是吧 我多余是吧 在这个家 行 我 我烦 我烦行了吧 你们吃吧 你们 我不吃 妈 妈 妈 虎方 干什么呀 妈又没说什么 吃吧 吃吧 我去看看去 妈 贝贝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我嫂子严敏的 嫂子 你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啊 小查理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为什么把他给扔在我国家门口啊 你不会跟我老公也有关系吧 你看你说的能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的 你放手 你不用出头都袒护着他 我再问他没有再问你 你说吧 你跟虎方到底是什么关系 秦贝 你 你不要瞎猜好不好 我瞎猜 如果我之前一直都是在瞎猜的话 我今天还真说对了 我只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你就可以立刻无话可说 你进去看 你 你给我看 贝贝 贝贝 你跟我过来我去找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平静啊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他们古风的关系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查理应该就是你跟古风的儿子吧 你们为什么和我起来一起变我 你还是不是我亲哥 秦贝 你听我跟你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跟了我老公 现在还成为我嫂子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呀 我告诉你 我能把你家给砸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妹妹 你干什么呀 妹妹 还生气了吗 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们不能真剩我钱 您赶快去吃饭 我菜再给你热热 要不然你愿意吃什么 我再给你作奖 你去跟你老婆说啊 把那个摔碎的杯子 给我赵媛媛买回来 在墙上贴个告示 禁止手箭 禁止乱摔东西 我就吃饭 我给你撕张纸上的写 撕张纸 你撕 你还记账啊 对他还挺清楚 那简直又是当会计他聊的 行啊 我当你不是当会计怎么样 行啊 你说了算不算呢 啊 儿子 你说了算不算数啊 算啊 算个鬼啊你 我跟你讲儿子 我一直给你面子 我不愿问你公司的事 我问你说了算吗 我问你啊 你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已经完全 被你老丈母娘控制了 谁啊 谁控制啊 控制什么呀 别装了你啊 你还否认哪 我都 我都打听清楚了 现在连财务账都在他手里 花一分钱都得经过他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别瞒我了我跟你说 你说你混这么多年 你就是一打工的呀 你说咱算什么呀 妈 你就是一刻刻薄呀 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 我那公司呢 现在生意也不太好做 赚钱赚的也没多少 她来呢 正好给我拉一些生意过来 明着是她管 实际上呢是我雇的她 阿Q 我跟你讲儿子 妈原来不愿跟你说这些事 你为什么妈也不懂 李婉真是给你留着面子 但是妈今天 就告诉你一句话啊 你要这样的话呀 就一钱不值 在他们眼里 你永远你 你抬不起头来 挺不起腰杆 人家永远都敲不起你 可空在哪儿 爸 今天余调的怎么样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看看都几点了 我还以为您 您您都不知道回家了 您 我今天钓了很多鱼 大丰收 好啊 让你儿子多吃点鱼 补补补脑子 完全被老丈母娘控制了 是吗 没有 是这么回事吗 我老丈母娘呢 非得管我公司的财务账 你说我要不让她管呢 这吵来吵去的 不又得打起来吗 也没什么意思 我就让她管 我需要用的时候呢 给她打一电话 她就过来给我干 实在不行 我再刻几个不就得了吗 儿子 你说这话妈都想乐 你知道吗 你还刻意 你刻意无犯法呀你呀 你 哎呀 你没辙啊 她爸 咱也得理解她儿子 没辙呀 你说你胎生这样老过你 你这样又自己找的 怎么办呢 瘦着吧 哎呀这叫什么呀 自作啊自瘦啊 跟你妈说清楚啊 我说什么清楚 不都说得挺清楚的了 我再找梁菜送你回去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你放手 你干什么放开 你这是干嘛呀 我已经算对她客气了 我没有把严敏的脸皮给撕破 已经算对她客气的了 你看看你现在 你有什么话 你不能好好说呀 抬手丢杂东西 你还有个女人的样子吗 我不像 你老婆追下行了吧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已经把绿棒扣你头上 你还不知道呀 贝比我再跟你说一次 严敏她不是你想象那种人 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还要替她说好话 你是不是找不到其他女人了 非得娶她呀 我告诉你 你必须马上跟她离婚 要不然你不是我亲哥 贝贝 俊生啊 俊生 妈 小米怎么样啊 没事吧 能好吗 被你妹妹骂成这样 她把房子也砸了 我跟你说 我是硬人了 行了 你回去吧 把事情处理处理 我们小米可是被毒的 她什么都没说 你看见了 她一个字都没提 对不对 这个时候她解释什么都是没用的 还是让时间去化解吧 我给你 手机拿着 去去去 妈 你跟小米说 让她别多想 一切交给我来处理 就靠你了 去吧 行 妈 我先走了 好 真是的 快 妈 开着了好了 吃饭了啊 喂 你好 哪位啊 韩老师啊 怎么了 是吗 她怎么知道的呀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告诉她啊 妈 妈 一惊气炸的怎么了这是 韩俊胜刚才来电话了 怎么 说亲密跑到严敏家大闹一场 知道我们和严敏的事情了 说看见什么结婚证啊 什么结婚证啊 就是我跟严敏那时候 没卡商的结婚证 你放哪儿了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 肯定在那抽屉里啊 快找找 别找 别着急丢不了的 真没了 都怨你吧 当时我说烧了 你非说不烧 你非说不烧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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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 怎么了 老师 你还记得不记得 咱们好像以前在哪儿 看见过严敏和古风 那两本结婚证 你还记得放哪儿了吗 严敏 古风 你说放那个抽屉里吗 放照片那个 那可呢 怎么放这片 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看见她 咱们看看 那这不对了 不对了 就放在这儿 没了 完了 怎么了 被韩金被拿走了 你看 不可能的事 我跟娘要是在这儿 也是你们哪能弄的 我明明放在那儿 肯定你们找照片 是给这撤腾到这儿 看 看 看 你这弄的 乱去撒走 你们会不会办事的 快去拿走了 找吧 继续找吧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反正来了事咱也躲不过去 就就就请着吧 等着吧 你看这这肯定翻天了 来 你吃饭 你吃饭 家里乱的一天 我跟你讲 这这就你们整天 这坏事 天天天天天天 瞎着 我跟这儿肯定是他们 这照片找到那儿去 别急 怎么怎么会没呢 你说 人家知道是怎么弄啊 真的 出事了吧 没了吧 这你治的好家 你干什么呢你 你亲咱的货是吧 这家不是你的呀 是我的呀 出事了你不担任啊 这是闺女馆呢 是吧 什么东西都找不着 天天对我发脾气 天天欺负我 今天没了吧 找不着了吧 你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你啊 那怎么 那怎么样 那这一样妥吗 我跟你讲 这几十年 你也就好像站这么一回上风 有什么点不起的 一回就说明问题了 说明不了问题 对 我跟你讲 这是他们弄错的 并不是我的问题 你别怪别人啊 我要放在那儿 谁能放这种 谁敢放我呢 这他们给弄到这儿了 还用变我呀 行了 别说了 快走快走快走 刚洗完澡啊 就得钻到被子里面 要不然会抓凉的 妈妈 小姑为什么跟你吵架 我心脏时候都听见了 你听到什么了 他为什么骂你是个骗子 那 那你说我像骗子吗 不像 你是个好妈妈 谢谢你的夸奖 赶紧睡觉吧 真乖 老婆 你别坐我旁边 你坐回你自己的座位去 离我远一点 你干嘛 你们 我好好谈谈 你觉得我们之前 还有什么好谈的呀 我已经知道 你跟严敏的过去了 小查理就是你们两个人的 亲生儿子 你现在才想要来跟我谈 是不是晚了一点了 早干嘛去了 我一开始就已经问过你 小敏哥问了 这个小敏到底是谁呀 古风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骗子 你这么多年就一直隐瞒我 就一直在骗着我 从头至尾就骗了我那么多年 你就是一骗子 大骗子 我没骗你 我隐瞒你不代表欺骗你 是因为你一直都怀着怨 我不能告诉我 我是怕伤着我 我是想到你把孩子都生下来 都稳定了 我会把这些事情 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 说完了吗 漂亮话谁都会说 我可以说的比你更动听 是谁呀 是谁猫在公司 在跟严敏在那儿喝酒啊 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嫂子了 你们还这么来往 还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你们之间就是有 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从我跟你结婚的 第一天开始 我们的关系 就已经非常清楚 他是他我是我 好不好 可你这一点客观一点 解释这问题 要不然的话 小查理 还有你肚子的表哥 是最无辜的 他们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你说吧 你要怎样才可以相信我 怎么可能 像年来丰富 很适合 在朱古的那种